尾魂飘摇在人间,话通阴阳两界边,连接三度空间情,翩翩彩泥画成仙。 你是否感觉这四句话像是恐怖片的广告? 没错,他们出自于二十年前台湾的一个讨论灵异传说的节目《鬼话连篇》。 节目持续了整整四年多,见证了台湾数百件的灵异事件以及都市传说, 火葬场旁公路隧道的女鬼,自己会走动的蒋介石通向, 度假村里长发女子的头发被卷进自由落体,无辜惨死等等。 这些在台湾曾经发生过的都市传说,究竟是神鬼显灵, 还是穿凿赴惠呢?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地说说鬼话。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说你很棒》,我是璐CC。 今天要为您分享的,在你我身边那些广为人知的都市传说。 先说说什么是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在台湾属于民俗研究的一部分, 不过这里研究的民俗却一点都不古老, 而是就发生在现代的当代的民俗传说。 早些年前,都市传说是靠口语传播为主, 因为当时的信息并不发达,也没有网络科技, 因此都市传说等于是人与人之间自发性流传的故事。 说穿了,就是茶余饭后闲聊扯淡的话题。 就内容来说,都市传说是一种人人都以为是真的, 但实际上说不清楚的故事。 而人们为什么会自动地去传播, 并且告诉他人这样难以分辨真实性的故事呢? 原来是因为一个时期的都市传说, 其实反映了在当时社会里, 人们的欲望以及最深层的恐惧与焦虑。 一天晚上,继承车司机大明一如往常地在街上招揽生意。 开车经过临近殡仪馆的辛亥隧道时, 见到有位女客人向他招了招手。 大明在女子面前停下车后, 这位穿着白衣服的女子, 抬起一只白皙纤细的手, 轻轻地打开了车门, 缓缓地坐进了后座。 大明从后照镜看了一下女子, 夜晚昏黄的路灯从车窗照了进来, 镜子折射出女子苍白的脸, 加上白色的衣服, 皈依的气氛让大明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只听见女子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句, 我家住在辛亥隧道旁的山坡上。 这低冷的声音让大明的心力直打鼓, 只想着快点把车子开到目的地, 然后早早地下班回家。 大明依照女子说的开到了山坡上之后, 还特别地往窗外看了一眼, 发现那个地方根本漆黑一片, 什么都没有。 此时后座的女子又微微地说了一句, 这里下车,谢谢你。 大明依照女子的指令, 把车子停了下来, 只见到女子再次举起了百息鲜细的手, 默默地把钱放在了驾驶与副驾驶座位中间的汽车扶手箱上, 然后开了车门, 自行下车了。 大明把钱迅速地收到了钱包里面之后, 头也不敢回得快速离开。 回到家之后, 大明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心想, 刚才那个女子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却也抵不过一天的疲劳, 随后沉沉地睡过去了。 隔天早晨, 当大明把钱包再拿出来查看时, 发现原本的钞票却变成了一叠上粉用的名纸。 辛亥隧道, 台湾最有名的都市传说景点之一, 1972年, 辛亥隧道开通, 就在这之后, 到1989年之间, 类似上面鬼故事就不断地在民间流传。 但是类似这样的出租车载到灵异乘客的传说, 早在1930年代的美国就开始流传了。 除了美国以外, 韩国、俄罗斯、英国也都有流传。 研究都市传说的祖师爷布鲁范德, 他最有名的《消失的搭车客》这本书, 书名就是来自这种搭车传说。 虽然这个传说有很多种国家的版本, 但是几乎都包含了以下的情节。 1. 驾驶开车遇见了轿车的女子。 2. 女子上车坐到后座。 3. 到达目的地之后, 驾驶转头女子已经消失。 4. 结尾验证女子是死者。 我们把《星亥隧道搭车女鬼》跟《消失的搭车客》这本书做比较, 就能发现, 前者就是台湾版的《消失的搭车客》。 4. 但是为什么《消失的搭车客》的股市在台湾与《星亥隧道》有着这么深的连结呢? 5. 说到底, 5. 还是因为人们对《星亥隧道》的控制有关。 5. 先说《星亥隧道》为什么让人们害怕呢? 6. 原来是因为《星亥隧道》的出口处正好是台北市的第二殡仪馆。 5. 殡仪馆的对面则是福州山坟场。 5. 福州山曾经是台北市最大的乱葬岗。 5. 虽然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迁走了。 5. 但是在迁走之前, 6. 只要经过星亥隧道, 6. 映入眼帘的都是密度极高, 6. 满满的各种墓碑、墳头, 6. 怎么会不让人心生恐惧, 6. 胡思乱想呢? 6. 除了未知的因素之外, 6. 让人害怕的原因, 7. 也跟星亥隧道的设计很有关系。 7. 隧道连接的两个区域分别在山的两侧。 7. 天气的差异很大, 7. 因此让人一出隧道就会有两个世界的感觉。 7. 尤其是那种进隧道之前艳阳高照, 7. 出隧道的时候却变成乌云碧日。 7. 身边又是火葬畅, 7. 当然会有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7. 再加上隧道内的灯光昏黄, 7. 更容易产生幻觉。 7. 还有就是隧道内的道路虽然是笔直的, 7. 但是两端的出口都是极弯式出口, 7. 外加轻微的下坡。 7. 不熟悉路况的人, 7. 如果车速过快, 7. 很容易在出口处发生车祸。 7. 但是感觉上就好像是在火葬场的门口出的意外, 7. 怎么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呢? 7. 正为言之, 7. 新海隧道周围环境阴森, 7. 再加上空间特殊, 7. 使得新海隧道成为了让人不安的诡异之地。 7. 也是因为这样的氛围使然, 7. 才有了白衣女子缆车的灵异故事。 7. 蒋介石容装骑马铜像的那匹马, 7. 会在凌晨时分, 7. 因为腿酸而自动换腿。 7. 还有啊,蒋介石会在浓屋中骑着那匹马, 7. 在操场上跑一圈,活动一下耶。 7. 听说蒋介石的铜像在半夜的时候, 7. 双眼会流下红色的眼泪, 7. 而且还会在走廊上走来走去。 7. 十二点整, 铜像原来举起指向前方的右手, 7. 竟然放了下来抓住在马背上的缰绳, 7. 左手则是放下缰绳, 7. 慢慢举起指向前方。 8. 包刮连长在内, 8. 超过三十个官兵都亲眼看到 7. 铜像在他们面前换手。 8. 换得那么自然, 9. 根本就像真人在换手一样。 9. 传说中的蒋介石铜像会动的故事, 9. 不但是军中鬼话, 9. 也是校园怪谈。 9. 为什么会说蒋介石铜像会动的故事是军中鬼话呢? 9. 因为台湾很多的退役军人, 9. 在分享军中怪谈的时候, 9. 有不少人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蒋介石铜像会动的故事。 9. 至于是何时有类似的传说开始流传的, 9. 大约都是集中在两千年之后。 9. 不过根据退役军人们的分享时间来看, 9. 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 9. 不过同样的, 9. 这种灵异事件可不是第一次。 9. 在日本有一个类似的传说, 9. 就是晚上会动的二公金次郎像。 9. 二公金次郎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思想家。 9. 由于他非常的勤奋好学, 9. 传说会边走路边看书。 9. 因此年幼的二公金次郎的父亲读书的样子非常有名。 9. 在北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 9. 不少学校都有二公金次郎的同像。 9. 传说这些小孩模样的二公金次郎, 9. 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动起来, 9. 因为十分的好学, 9. 甚至还会跑到图书馆去借书。 9. 除了去图书馆, 9. 还会在操场上走路散步做运动。 9. 也有部分的人说, 9. 二公金次郎的眼睛会流血。 9. 嘿嘿,你一定发现了吧? 9. 这样的传说内容根本就是大同小异。 9. 是的, 9. 日本的二公金次郎的校园怪谈, 9. 跟蒋介石同像会动的军中怪谈, 9. 有着很大的共通处。 9. 除了晚上会动之外, 9. 在操场上活动筋骨, 9. 眼睛流血都成为了这类传说的标准配备。 9. 可以说, 9. 只要有人类像的传说, 9. 不外乎就是孙中山的一项眼睛会动。 9. 孙中山的一项眼睛会流血。 9. 音乐教室里的贝多芬肖像眼睛会发光。 9. 教堂里面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9. 眼睛会滴血等等的类似内容。 9.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 9. 大概是因为人们对于同像, 9. 人类像的东西都十分的关注。 9. 除了这些肖像类的东西之外, 9. 还有神武教室里的人体模型, 9. 洋娃娃、布偶也都是灵异故事里的固定班底。 9. 这些人像会让人不经意的联想, 9. 如果已经有了形体, 9. 是不是也会有灵魂存在呢? 9. 细思极恐, 9. 的确令人感到有点害怕。 9. 我们继续说一个关于度假村的都市传说。 9. 她说的是, 9. 长发地看过来, 9. 话说有人上个月到度假村去玩, 9. 发现自由落体这个游戏设备的旁边围了一大群人。 9. 好奇走近一看, 9. 原来是有个女生死掉了。 9. 她的头皮被扯了下来, 9. 最后因为流血过多死的。 1. 一旁的男友哭得死去活来, 9. 听说那个女生留了长头发。 9. 由于头发没有绑起来, 9. 乱飘乱飞, 9. 居然卡到了机器。 9. 头皮被扯下来流血过多。 9. 事发地点的这个度假村, 9. 因为位置偏僻, 9. 根本来不及送医。 9. 不过我也觉得很纳闷, 9. 为什么新闻没有博报呢? 9. 原来是度假村 9. 花了大把的钞票, 9. 把事情压下去了。 9. 如果这个消息被大众知道了, 9. 那我想这个度假村 9. 应该要关门了吧。 9. 像我就留了长头发, 9. 以后我可不敢做自由落体了。 9. 所以, 9. 长头发的女生们要多注意哦。 9. 上面这个传说, 9. 应该不少台湾的朋友都有听过。 9. 这个传说开始于2002年的10月左右。 9. 在那之后, 9. 每隔几年, 9. 都会有人在网上询问, 9. 那个度假村有死过人吗? 9. 有女生坐在自由落体上面死掉, 9. 是真的吗? 9. 但是实际上, 9. 这个都市传说是假的。 9. 没有人被自由落体扯下头皮而死亡。 9. 虽然说度假村曾经发生过不少意外, 9. 但是这个扯头皮的传言还真的是太扯了。 9. 这个无辜的度假村也曾经澄清过这件事情。 9. 内容提到, 9. 除非游客的头发长度超过2米, 9. 否则的话, 9. 不会有头发卡到机器的情况发生。 9. 因为根本够不到。 9. 自由落体座椅的背板厚度大约是1米, 9. 而背板到机器还有一大段距离。 9. 除非游客的头发长度超过2米, 9. 才有可能会有卡到机器的几率发生。 9. 所以我们对于乘坐自由落体的长发游客 9. 并没有任何安全上的建议 9. 或是要求他们将头发绑起或竖起。 9. 但是澄清的速度往往没有传播来得快速以及广泛。 9. 已经有非常多人是由email转发, 9. 而后面的几年更时不时地被翻出来讨论。 9. 说明了长发女生做自由落体惨死的故事依然非常有吸引力, 9. 使人轻易就会信以为真。 9. 因为长发女生做自由落体惨死的本身, 9. 就是个富有高度戏剧张力的故事。 9. 你想想, 9. 原本应该要带给大家欢乐与尖叫的游乐园, 9. 结果却带给人们血淋淋的悲剧下场。 9. 它所夹带的寓意对人们来说也相当的重要。 9. 这个都市传说反映了人们的两种恐惧。 1. 则是认为游乐设施实时上也很危险。 1. 另一则就是有钱有势的游乐园会控制不利自己的言论。 2. 以九九零年代的台湾可谓是游乐园的辉煌时期。 2. 台湾的游乐园更有所谓的三六九。 2. 而这三个数字代表的就是建湖山、六福村、九族文化村。 3. 这个年代虽然看似辉煌风光,但也是伤亡频传的时代。 3. 比方说,水上乐园的游客变成了植物人,还有孩童被吸入排水道卡住之后丧命。 4. 摩天轮转到一半有人掉下来摔死。 4. 螺旋飞车把游客的脊椎骨一起螺旋了。 4. 咖啡杯旋转盘,把游客的脚夹伤等等,都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恐怖传说。 5. 但是在1999年,游乐园还真的有过三起致死的意外,死者都是学生。 5. 其中,与度假村的都市传说,长发女生做自由落体惨死,最有关联的就是1999年2月,一位公读生对度假村的飞天魔毯击中的死亡事件。 5. 虽然,受害者本身是工作人员,设施也不是自由落体。 5. 应该跟刚才的长发女生事件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却真的反映出了有钱有势的游乐园,会控制不利自己的言论的恐惧。 5.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临近寒假了,正是度假村策划许久的阿拉伯皇宫要开放的时候。 5. 而飞天魔毯正好是阿拉伯皇宫里的一项重要的游乐设施。 5. 而这件意外,不就正好符合了长发女生做自由落体惨死的两项令人恐惧的要素吗? 5. 说不定,其实这才是这个都市传说里藏得最深,最真实的警惕吧。 5. 都市传说从来就不是单单为了令人恐惧而存在的。 5. 往往在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人性没有被发掘的另一面。 5. 再听故事,感到津津有味之鱼,还可以带给我们不同角度的反思与警惕。 5. 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我是鲁CC。 5. 听说你很棒是一个有趣有料有意义的有声杂志。 5. 为您不定期地分享我们的心得发现与故事。 5. 下期更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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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